我們從那邊繼續 盤長蝴蝶 一個外偶比它大 穿進去 這個很特別 穿進去 兩個差不多一樣大 再轉回來 這樣轉回來 這個 這個呢 大耳朵 拿到後面去 從小耳朵這邊拉一個出來 卡住了 之後 剛才我們穿過去這條線 在 最下面這個 空隙穿回來 這是穿過去的 這穿回來 穿回來 拉出來這個小耳翼啊 正面把它穿下去 正面穿下去 又一個金錢結 之後 每條齁齁齁 這裡頭 放給大家看 他是這樣 大的包小的 好 我們現在都要來穿這個小耳翼 小耳翼 穿過去 一個 從後面拉 穿過去 兩個 又拉到後面去 才從 這個地方 包回來 回來 包這兩條 剛才穿了 有去有回 我們要回來 包了兩條以後 回頭 這樣 好 我們這邊稍微調一下 好啦 再撥開 攀場這個再撥開 撥開 拉出來 穿 翻 這是彈腸節 如果還不熟的 可以到 前面飾品去學習 欸 有條條 放回去 多兩條 蓋過來 我們可以翻面 翻面來比較好做 它是一壓 一條 一條 一壓 一條 這盤腸節的特性 好啦 大概就這個樣子 那我們現在 稍微調整一下 盤腸節先調 中間這個 盤腸節先把它調好了 才不會 再跑掉 之後我們從 醋醬草上面 調下來 拉開 換這一邊 換開 調下來 拉開 好 我們邊拉 邊注意著我們的這個 盤腸不要亂掉 解體啊 先邊 調這一邊 拉來 拉來 拉下來 好了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退 退線 推過來 一個 翅膀 大的 好 再退這個線 退 退 退 又一個翅膀 這是小的 注意這個盤腸不要給它 弄亂掉 好 翻過來 好 一樣用同樣的方法 去調整它 這個太大了 拉下來 來 退掉 退掉 這個要慢慢學習 再退掉 拉下來 兩邊差不多 再推 再推 再下來 再推 好 兩邊一樣大 拉下來 當然我們還要再做一個 比較精準的一個調整 到最後是像這個樣子 謝謝